刚刚又追完康熙王朝 感觉剧情到了后半段 好像要给雍正王朝腾露似的 变得有些虎头蛇尾 特别是到了后期 康熙的冷酷无情 看着就让人愤怒 他令心爱的女人去刷娃桶 把自己最喜欢的女儿嫁给了敌人 自己喜欢的儿子也被弄得疯疯癫癫 此时的康熙绝对是一个好皇帝 但他也成了一个完美的机器 但大家也都清楚 康熙王朝改编字小说 并非真实的历史 可能真正的康熙并不是这样 特别是历史上真实的苏玛拉姑 要比康熙大得多 也根本不存在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 不过就本着娱乐说人生的态度 思考一下 如果当初康熙抢娶苏玛拉姑 结果会怎么样 在电视剧中 康熙确实准备走那一步 不过最后并不是因为苏玛拉姑的反对作罢 而是孝庄下了旨意 要是当时孝庄不表态 个人觉得康熙会强行娶了苏玛拉姑 原因很简单 在电视剧中 别看康熙为了江山设计能够放弃好多 但在一些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上 他却从来都没有妥协过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兰奇尔喜欢李光帝 康熙为了边疆直接让兰奇尔从了隔二代 可苏玛拉姑之前喜欢的是吴次勇 这时也不存在什么设计大意 可他就是不放手 最后把苏玛拉姑熬成了老尼姑 所以要不是孝庄照着苏玛拉姑 康熙即便到后期也会再去找苏玛拉姑 另外还有一点 苏玛拉姑嫁给康熙 真的不会幸福吗 答案其实也未必 因为从剧情中 他后来的人生可以看出 苏玛拉姑武力孝庄一致后 先在宫里做了十几年道姑 后来又搬到外面修道 这些日子虽然没什么烦恼 但也寂寞 而他当年排斥康熙 其实原因也很复杂 一方面是他觉得自己与五次友是真爱 另一方面 他厌恶当后宫的女人 可真正让他成为这样的人 说白了 还是当年孝庄 让他把康熙当弟弟的旨意在作怪 所以当他真的嫁给康熙 稍过十日 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 可能就不会那么想了 这一点可以参考兰奇儿 嫁给葛二蛋后的改变 当然追过去的朋友 当然也能说我是胡说 甚至可以直接用一句 电视剧不是正式来终止话题 不过从康熙王朝这部电视剧中 确实能够看出一些男女地位的东西 苏玛拉姑最后的结局不能说不好 也不能说好 他嫁不嫁给康熙 他的一生都是一句话 当年他无意中被孝庄当成了孙女 又因为孝庄一句话 把康熙当了多年的弟弟 后来康熙要收他 按理说也不是什么大事 自古帝王收辱娘的都不在少数 可苏玛拉姑也聪明 他硬抗了旨意 最后远离了宫廷 虽然一生未嫁比起皇后 荣妃这些后宫的女人也强了不少 而苏玛拉姑最幸运的就是隋孝庄去世 这让她原本是悲剧的一生 看起来圆满了 认同请点赞支持 品读影视感悟人生 欢迎关注 请不吝点赞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